1月25日,许伯一先生藏两岸书信捐赠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仪式在北京举行,共计6265件套书信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海峡两岸来往书信多达3559件套,充分展现了两岸民众之间延绵不断,难以割舍的紧密联系。 许伯一是活跃于海峡两岸的艺术家收藏家。2023年初,许伯一通过民革中央将他多年来收藏的一批书信移交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并表达了无偿捐赠的意愿。 去年,伯一先生将自己多年收藏的6000余峰两岸书信捐赠给了民革中央。 这既体现了他对民革中央的信任,也体现了对两岸交流和总国统一的殷切的期盼。 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些书信的价值,也为了不辜负伯一先生为国文为民的深情厚意。 我们经过多次研讨,并征求了国仪先生同意,决定将这批珍贵的书信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其中,两岸同胞来往书信3559件套,时间跨度从1920年到2018年,设计180多个家庭。 这些书信诉说着近代以来两岸人民悲欢离合的感人故事, 隐含着历史变迁的时代脉动和同文同种的血脉深情。 台湾地区和日本之间的往来书信共计2706件套, 内容涉及台湾地区和日本之间的经贸往来, 以及据台日军的加信等等, 反映了晚清直抗战胜利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台湾地区的历史事实, 是重要的世代物证具有非常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在捐赠者许博弈看来,一封封看似朴素的家书, 却也牵起了两岸民众世代血浓于水的心情。 因为我奶奶经常耳濡目染,听到她跟我讲, 我们的家在福建泉桌,前面那个树有多大, 人的亲情是不断的,没有办法把它斩断的。 我就知道说这个两岸家书,我们必须要缩产。 这次我们国家博物馆跟民阁中央跟喜伯仪办的这个活动, 我今天特别高兴,这个家书虽然不是特别的珍贵的珍贵, 但是它断不了我们两岸的根,这是两岸的一个亲情的代表。 书信是亲人间摇替相思,互通音讯的纽带, 同时也饱含着一个时代的民族集体记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歌中央主席郑建邦在发言中表示, 此次捐赠是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仔细品读博物馆先生收藏的这一组组书信, 我们不难看到,它不仅书写着见字如念的虚寒问诺, 还寄托着爱国儒家的申请大义。 既是两岸民间连言不绝关联纽带的真实反应, 也是两岸之间一个特殊时代的见证。 我们相信, 这些书信通过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和展览, 递将向更多的两岸同胞讲述感人至深的两岸故事, 递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两岸同胞之间的血脉情深。 据悉, 鉴于这批两岸书信的重要意义和蕴含的丰富信息, 中国国家博物馆拟责期举办相关展览, 以充分发挥这批两岸书信的积极作用。 入藏仪式上, 王春法代表中国国家博物馆向许博仪颁发收藏证书, 向民革中央颁发捐赠证书, 仪式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丁鹏博主持, 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陈兴英, 民革中央常委联络部部长张庆盈, 许博仪夫人黄阳廷等出席仪式。